直播是很受大家的欢迎,可是大家对于里面的一些演员,是不是感觉很眼熟? 小编就带大家来看一下,在制播里面的演员刘夕月,当时比高圆圆都美,还是黄聪泽的前女友,如今37岁在剧中给赵丽莹演妈妈。 刘夕月的外表甜美,身上还有温暖的气质。 她塑造了很多让大家印象深刻的角色,是一位实力派演员,在不到20岁的时候和高圆圆一起合作实习生的故事,当时她是主演,比高圆圆还美,凭借这部剧开始自己的演绎之路。 她演的影视剧,还有《白蛇传》和《宝莲登前传》,以及《魔幻手机》,在这些剧中,都可以看到她精湛的演技。 刘夕月在《宝莲登前传》里面饰演清新,是东海的四公主,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。 在喜欢上杨姐的时候,会选心全身的付出。 为了自己喜欢的人随意降雨,犯了天规,因此把公主的身份没了,可是她毫无怨言,之后也没。 又和杨姐在一起,一个人回了东海,是一个爱得很伟大的姑娘。 她对于这个角色演得很到位,让观众们深深记住了这个角色。 刘夕月和黄宗泽还有过一段感情,在一开始的时候很幸福。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两个人之间的矛盾也会出现,没有好好的沟通,以至于分手了。 刘夕月如今37岁了,没有再拍一些偶像剧。 在近期上阴的支缝里面是阎小娘子,是圣老爷的小妾,赵丽颖的母亲。 是一个很温暖的女子,是不精不强的性子。 同时比较貌美,心地善良,让大家的印象很深刻。 可是因林小娘的极度,陷害于她,导致一时两命。 因此赵丽颖饰演的明兰从小的时候,就隐藏自己的聪慧,在别人的眼里一副傻乎乎的样子。 在最后结局比较好,有一个幸福的家庭,还成为一品购命夫人,还被自己的母亲报仇了。 小编认为这个演员的演技很好,无论什么样的小,色都可以驾驭,就是在剧中演赵丽颖的母亲,也是毫无违和感的,把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爱和担心演得出神入化,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位演员。 大家对于这件事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吗? 因宝莲灯前传走后,也是黄宗泽的前女友,今37岁演赵丽颖母亲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